接下来有请郝未来教育集团联合创始人兼总裁白云峰先生带来主题演讲 探索教育我们从未停下脚步 有请 我们接下来是白云峰 主持人和教育部的主持人 他的话题是 Education Exploration Never Stops 尊敬的黎伟主任 朱部长 董奇校长 卢秘书长 尊敬的国内外嘉宾及友人 大家尚无好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 在过去40年 中国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教育亦是如此 在这里 我想和国内外的嘉宾们共同 回顾一下中国教育的几个重大时刻 这是一张1977年的人民日报 它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消息 这一年 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体系制度得以恢复 这一年的12月10日 有570万的年轻人 包含了部分的年长者 从工人 从工厂 农村 部队 一路封城走来 怀揣着难得的名额 和内心忐忑又略显兴奋的心情 坐在了考场里 由于报考的人数过多 当时国民经济又刚刚开始恢复 国家近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来印 考试试卷 当时我们中央果断决定 调用 印刷当年毛主席选集的第五卷的纸张 来支持当年的高考 我想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 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智慧 而当时我们党中央 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 我们在此需要缅怀一位伟人 他的名字叫邓小平 当年的高考 有570万人参加 但它的影响 绝不仅仅是这几百万人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人才的积淀 高考制度的恢复 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我们再看第二个场景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在场的嘉宾和友人 见过或曾经有印象这张图片的 请举下手 好 谢谢 请放下 这个大眼睛的女孩名叫苏明娟 你从她清澈的眼神当中 能看出她对求知 强烈而又坚定的渴望 这张照片在那个年代 曾经让无数的国人为之动容 这都源于一项工程 这项工程的名字叫希望工程 这项工程 旨在帮助和资助贫困地区的失选儿童 能够重返课堂 1989年开启的 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工艺资产项目 希望工程 大部分的款项都源于民间 截止到2017年为止 希望工程总共募捐140亿元 资助农村家庭和贫困的学生 585万人 建立希望小学 19814所 我们回到上面这张图片 在当时那个年代 其实有三张照片为广为流传 左边这位是大眼睛 我们亲切地称他为大眼睛的庶民娟 中间这位叫大嗓门 右边这位我们叫他小光头 其实这个小光头家境也很贫寒 当时国内的热心人士 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有一位热心人士在当年 捐出了300元 给到这样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 但是这个叫张天忆的孩子 其实并没有拿到这笔钱 因为他的父母认为 旁边那个孩子 比他的家境更加贫寒 所以把这300元 给到了另外一个孩子 时光的刻度来到了1999年 这一年是中国高等教育 普及的重要的一年 在经历了1996年 1995年的教育部的211工程的启动 1998年的985工程的启动 到了1999年 高考开始大规模的扩大规模 高等教育开始走向了民众化 当时的老百姓 不仅关注于能考得上 更关心于考得好 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选择出国留学和深造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新东方应市场的需求 油然而生 我想说 可能目前高考扩招这件事情 在民间依然存在一定的争议 有很多人认为 高考制度的改革 其实破坏了高等教育的质量 但是在我看来 教育的发展 不为当下 而只为未来 如果我们试想 到2030年 中国将有 4到4.3亿的人口 是90后 他们将会成为 这个社会的中间力量 而其中 有2亿人口受过高等教育 换而言之 到2030年 中国总共将有 2.5亿的人受过高等教育 在中国整个劳动力的市场 在中国 有的时候面临 人口老龄化的一些问题的同时 有另外一股力量的崛起 叫中国知识密度和知识资本 这2.5亿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在全世界范围内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没有任何一个地区 拥有如此大规模的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他们的创新精神 一旦被激发出来 中国的经济将会带来 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可以畅想 站在这里 我们谈面向于未来的教育 该如何思考 这是组织GES 这样一场大会的意义 通过GES 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教育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和全球竞争力的人才 是这届大会的宗旨 我们看到 中国13亿人口的 教育的需求的变迁 是中国教育进步 最原始的动力 我们看到 今天中国基础教育的孩子们 在关注智力发展的同时 更加关注全面素养的提升 我们看到 国外的孩子们 在9岁的年级 已经在思考 什么样的人生 是幸福的人生 请允许我播放一段短片 When you're a kid you get asked this one particular question a lot It really gets kind of annoying What do you want to be when you grow up? Now, adults are hoping for answers like I want to be an astronaut or I want to be a neurosurgeon You adults in your imaginations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happy 人类智力的发展水平在不断地飞越 但是我们回到教育的基础的单元本身 唐代的韩语曾经说过 作为老师 诗者 传道 授业 解惑也 但是我们站在今天看到未来的教育 我想作为老师 不仅需要传道 授业和解惑 更需要激发 唤醒和鼓舞 教育的终极目标 是让孩子们拥有一个正直 善良 诚信的品格 让他们具备 获得幸福的能力 而中国家庭教育理念的升级和变迁 是推动中国教育创新最佳的原动力 到了今天 在科技赋能给每个行业的同时 我们也不得不谈到 科技赋能给教育的意义 刚才董奇校长其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在科技的发展的同时 我们不忘教育的本质 但是请允许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看待一下我们身边 经常大家能够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看待两个或者五个 同样考取了满分的孩子 从学习的结果来说 他们是相同的 但是从学习的过程来说 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学习能力并无差别 我想提出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 而事实上 当我们从公立学校的课堂 无形地采集出五个 不影响公立学校教学过程的情况下 采集了五个数据 这五个数据的话 五个孩子的成绩 从结果来看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发现他的学习过程 如果从数据的收集来看 他们的学习能力存在着差别 而我们研究学习的科学 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英才师教和有教无类 这是今天 好未来正在做的事情 我们的目的是用AI赋能给教育 打开教育过程当中的黑箱 让我们更加关注教育的本质目的和需求 这是在我们的平台上 两个来自于 一个来自于山东 一个来自于广东的两个孩子 他们从教学结果的评测来看 分数是一样的 但是从六大能力来看 他们的教育体系存在着 他们的教学过程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所以对于今天的好未来来说 今天的好未来 是一个以智慧教育和开放平台为主体 以数字教育和课外教育为载体 我们服务于公立教育 助力于民办教育 探索未来教育新模式的公司 今天的好未来 拥有五千名的产品技术的工程师 包含了教学研发的专家和学者 在科技和研发上的投入 过去两年我们超过了十亿元 在未来两年我们将会达到数十亿元 好未来在全球范围之内 与六所顶尖的高校建立了联合实验室 我们的使命是用科技推动教育进步 好未来在过去成长的十五年的历程里面 我们在教育工艺实践方面的探索 也在不断地前行 2010年成立的统一课堂 关注偏远地区和农村的教育 我们总共输出了1300名的老师 输出了181944个小时的课时和优质的内容 我们走过了49847公里的里程 涵盖了11个省份和38所学校 科技赋能给教育 在在线的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 2017年上线的希望在线 我们走过了新疆的吉木乃 雄安新区 陕西扶贫 贵州旺末 这些教育偏远地区的地方 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在教育方面做到精准扶贫 通过科技的杠杆 联合全部行业的力量 更大范围内推动教育的均衡和发展 中国古老的围棋 蕴藏着我们先人和哲人的智慧 每一个棋子都是均等的 这不同于国际象棋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21世纪的今天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值得被尊敬 都值得被尊重 也许时至今日 人类大脑的开发 潜能位及1%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也未达到1% 但是孩子是祖国的未来 我们对教育的未来的探索 从未止步 谢谢所有的嘉宾和领导 谢谢 感谢白云峰府先生的精彩演讲 Thank you Mr.白云峰 for your brilliant speech